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外出 纷纷改用线上购物 但是有民众却发现 猫某购物竟然一度公告 医院含周边不配送 让网友还有医护人员气炸了 业者为了平息怒火 事后也赶快更改了配送原则 双北医院的包裹将只送到收发室 不过大型家电包含万华板桥跟中和三区 都会暂停配送安装 而另外PC Home购物也声明 针对双北地区也暂停配送上楼 大型的家电包含万华板桥 中永和还有卢州这五区 也是暂停倒幅安装 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外出 让网购平台包裹暴增 但有民众发现 上某某购物网要下订单 结果跳出的配送调整公告 竟然说医院含周边不配送 让网友和医护简直气炸 痛评业者没有良心 公告在24号晚间紧急修正为 双北医院包裹会配送 但只送到收发室 不过大型家电包含万华板桥 和中和三区都会暂停配送安装 但新公告仍旧惹争议 就有板桥人说自己才刚下单冷气 不送是要热死人吗 万华人也感觉被歧视 难道病毒现在要改叫做万华肺炎吗 互相体调一下不要讲说歧视不歧视 屋主也会怕说这个来装的人 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两个人都怕啊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才是传播最容易的方式嘛 其实不止某某购物针对疫情热区取消 道府安装 PC用购物也声明 针对双北地区也暂停配送上楼 大型家电包含万华板桥等 一共五区也是暂停道府安装 物流落实无接触配送 包含六区和医院接驶 我们建议您选择安全的收获地 和付款方式 业者基于保护外送员工 不得不调整规定 但强调一般包裹配送不受影响 只是包裹大塞车 到货时间还得多多包容 解释去真一国投报 高雄市24号公布了五例确诊个案 是一家五口和屏东潮州牌友群聚相关 其中两例案4742还有案4743 根据疫调显示 这对夫妻16 17号分别出现了症状 夫妻两一个在16号安排裁检 另一个则是在20号裁检 不过两个人却在23号裁检结果出来 确诊之前还一起到好事多去裁买补货 导致好事多币电消毒暂停营业 这样的行为也让民众痛批 简直就是防疫破口 大门紧闭暂停营业 确诊足迹一公布立刻关电消毒 因为案4742 4743 这对夫妻党明知自己有症状 竟然跑到这里补货 不好啊 害很多人啊 我听我儿子讲说 妈 你今天不要去好事多有确诊 很差劲 你自己一定的 不要让大家 大家等这样子一个会传好几个呢 根据疫调发现 丈夫16日出现症状 安排裁检 妻子则是17日出现症状 20日安排裁检 但两人23日确诊前 却在21日中午外出 一起到好事多中华电购物 当一个人确定跟确诊者有接触 而且本身还有症状 自己又去裁检之后 这个人必须居家隔离 医疗相关联署痛批有接触时 至少安排裁检完 就不应该再乱跑 有网友表示 夫妻党没有警觉很过分 也有网友说 简直是防疫破口 这个人他不但外出 而且到大卖场 可能可以把这个疾病 传播给更多不知道的人 对于夫妻是否已经知道 屏洞的友人 也就是全国案号3037这个个案 而自己应该就要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此部分我们积极在厘清当中 原本不该被匡列的卖场 25日暂停营业 也让卖场周边餐车无法摆摊 这对确诊夫妻一时侥幸心理 酿成足迹扩大 更连累其他无辜的人受到波及 记者科程号萧志远 高雄采访报道 疫情严峻 墾丁国家公园 日前关闭油气景点 但还是有业者钻漏洞 利用搭船出海的方式潜水教学 另外又民众不甩规定 私下从事水域活动 相关单位获报机查 立刻开出举发通知单 只是疫情扩散迅速 政府也禁止室外10人以上活动 希望民众一定要配合遵守 别再违规 让城防疫破口 疫情严峻时刻 竟然还有人细水浮浅 严重违反防疫规定 相关单位前往查气 直接男子裸得上身 尽管有戴口罩 但还是违法 两名游客似乎自知理亏 最后摸摸鼻子 收下举发通知单 信信然离开 民众家公园 这边从5月23号开始 关闭所谓的海滨游戏景点 在经过询查过程当中 仍然发现有三位民众 在从事一些水域游戏行为 随着全国防疫提升第三级警戒 肯定国家公园 日前关闭游戏景点 也禁止民众再下水 但还是有业者大专规范漏洞 利用搭船出海方式潜水教学 而也有民众不甩规定 继续私下从事水域活动 从马路旁走进树林 沿着小径才走出去 果然发现别有洞天 蔚蓝大海跟细白沙滩 近在眼前 只是游客潜水客 这投机行为已经处罚 疫情迅速扩散 就怕群聚传染 政府也禁止室外10人以上活动 就怕民众能配合遵守 别再酿成防疫破口 藉人林谦佑被目警民众爆料 22号他跟朋友到花莲入住五星级饭店 那么期间在饭店外拍照都没有戴口罩 还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他到花莲泰鲁格货柜星巴克 拍照的时候也都没有戴上口罩 就连搭乘朋友叫车 也违反了车内两人以上 必须戴口罩的规定 引发网友踏罚 卫上局则表示 将一传染病防治法办理 最高可以开罚15000元 户外大拍美照 不过一人林谦佑却没戴口罩 不止到这里 就连到泰鲁格星巴克货柜屋 全都口罩脱好脱满 拍美照似乎完全没在管 台湾防疫警戒升级到三级 出外都得戴口罩的防疫规定 林谦佑被募集 22号入驻花莲五星级饭店 不止饭店外头拍照 没戴口罩 他到花莲泰鲁格星巴克货柜屋 等地方也都没戴 甚至还把影片放上IG 引发网友踏罚 有人就说根本是防疫破口 要检举他 并且要他离开花莲 全台疫情紧绷 防疫草木皆兵 不管民众还是名人 都得遵守防疫规定 以免害己事小 还会波及他人 记者陈敬业 花莲报道 第二句文 avatar 言童 簽 簽 政治 词 选 富 那